雨慧人士 大家好 我是同學助理 我想 以上觀點的話是 他們都是一直在假結婚的委託上面 可是假結婚的話 他就算年限延長 或者是縮短 他都沒有用 因為他的目的就是要拿到懲罰證 那這是隱隱署堅固不利的問題 然後再來 進來 很多民眾像我陳姓 一些入退 他們說 他們在臺灣 六年 甚至八年沒有身分證 那他的丈夫如果在這期間外遇 那他該如何爭取小孩子的權益 現在 大陸跟我們是同文同種 同語言 他比其他的外配應該更能夠適應臺灣的生活 那為什麼他們要比外籍配偶 還要有更長的年限才能拿到身分證 難道陸配只是次等公民嗎 基於人道及公平的原則 我認為陸配應該要比到現在外籍配偶的年限 再來 明年政府就要開放陸客去遊行的 所以剛才上述所說 比如說被騙這些管道 其實他還有很多管道 更不需要透過展規 所以我建議陸委會能夠將年限多短四年 或者是比到外籍配偶相關規定 以上是我的意見 謝謝 謝謝 謝謝鳳委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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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